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太子殿下带谢二小姐去逛庆了 人家在这里操劳 你倒在外面快活 好好吃啊 太子哥哥 特别好吃 快尝尝 男人都是狗 太子哥哥 他们都说 陛下要把谢家二小姐许配给你了 那你说 你喜欢谁 谁呀 花琉璃 姑舅知道 就知道这花郡主和贺远廷有钱钱 小培啊 太子殿下是喜欢花郡主的 我什么时候喜欢她了 我什么时候喜欢她了 姑有吗 殿下以前孤傲寡河对谁都漫不惊心 如今但凡沾染上了花郡主 就如同雪霄般瞪大双眼 处处不放 为表诚意与欠意 特此送上精魄绝色美人一名 只是朕的后宫已经没有地方了对吧 不收了 陛下若使不收 便只好送给贵国储君了 你敢 今日就要与你们金破国谈判了 你最好识相一些 情感上我愿意让 可本王毕竟是二皇子呢 虽然我也是个狠念旧情的人 这清寒草原后撤五百里之事 恕我的不同意 后撤五百里才是此次谈判的重点 岂有此理 败君之国 岂敢和我们谈条件 若本王今日真的答应后撤五百里 恐惊破百姓大怒之下 要求拼死一战 若这两国再起战 怕是四清大人也不愿看到的吧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